窥探剧情继续加载,本集的片头小吴,在一个废弃的类似工厂的地方苏醒,他捡起了一个木头防身,结果却发现根本打不开门,接着再到女市长家这里来,阿罕表明了之前教授的委托,女市长却很淡定的夸奖了他惊人的高智商,一转身倒了杯酒,喝了起来,阿罕质问道,自己和程医生是他的实验品吗? 市长感谢了,阿罕能够成长为一个杀人魔,可惜程医生没有成功,当年精神变态基因法案应该通过的却被否决,然而因祸得福,即使小会通过,但后面的大会也一定会被否决,除非能够有很长期的计划,所以当年他让教授,把基因变态胎儿的名单交给了他,教授因为妹妹被杀,所以很容易被说服交了名单,他把程医生和阿罕列为实验对象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日后成功重新提供的名单, 他们的理想就是创造一个,没有受害者和迫害者的世界,阿罕说女市长和他一样,都是可怕的杀人者,女市长仍然信念坚定,他是个遗传学科学家,实验的目的,就是为了杜绝精神变态的出现,另一边小高寻着地址,来到了一处豪宅,房子实在太大,他走到深处才看到了宋馆长,李寻景等人与市长的合影,接着他在隔壁房间,找到了金俊成的笔记本,小吴奶奶的胸针,哥哥的带来, 然后在房间深处找到了女市长,阿罕最终还是忍住没有杀了他,他告诉市长,俊哥的那次手术,已经让他拥有了情感,他再也不会杀人了,警方终于来到了女市长豪宅之中,教授被安全送上了警车,女市长也被警方逮捕,小高这时终于有空听了下小吴的电话留言, 得知小吴为了报仇已经出动,这边小吴终于等来了人,姨妈过来让他别激动,阿罕把他关在这时为了他好,他拿出文件想要小吴了解真相,但小吴并没有拿走文件,冒雨离开,原来当时阿罕担心小吴会被当作人质,所以先发制人绑了他,在阿罕准备出发的时候,姨妈特地交代,现在他也彻底变了一个人,希望他能忍住不杀死女市长了, 继续前进的阿罕被小吴挡住了去路,小高找不到小吴,正好让同事给个小吴的定位,然后他又在阿罕的花园里,找到了猫的尸体,这时接到电话,终于确定那个面具就是汉国的,现在他终于确定,阿罕就是杀掉自己哥哥的真凶,想起当时对阿罕亲如兄弟的交往,他忍不住怒吼,再回到阿罕这边,小吴认为阿罕还在跟自己玩着变态游戏,他提起棍子要为奶奶报仇, 向阿罕攻击,阿罕只是不停的闪躲,此时阿罕已经没有了生的欲望,也不想让小吴成为杀人犯,所以没有给他杀掉自己的机会,他哭着为自己以前的罪行道了歉,保证自己会去自首,小吴鼓起勇气再次次了过去,阿罕不再反抗,这时小吴想起,阿罕曾保护过自己的事情,在报仇和感情之间,还是选择了感情,但嘴上仍然说着罪狠的话,要阿罕在监狱里一辈子偿还罪行, 然后又淋着雨离开,看着小吴的背影,阿罕止不住的大哭,直到雨停了下来,高行警来了,质问,阿罕哥哥是不是他杀的?高行警举着枪,一声枪响,画面突然跳转到了多年前教授的实验室里,通过30天的观察,那只被移植大脑的老鼠失去了生命迹象,他将老鼠丢到了下水道,一日小高是在那片野地中醒来, 他赶到市区的时候,看到新闻,得知阿罕已经被逮捕,他愤怒不已,当然,被逮捕的阿罕也被众人各种大骂,崔妹也在其中,原来那时是他打开了高行警的手枪,要他遵守约定,原来崔妹去了当时送教授去的废弃工厂,竟然在这里无意间拯救了虚弱的教授 在这里他知道了一切的真相,凶手是阿罕,那是程医生打算告诉他的话,大概就是这些真相吧,可是当他准备自尽时,突然想起腹中的孩子,所以后来的日子,他照顾起了教授,并且在阿罕失忆后,把阿罕的异常告诉了教授,也是他提出利用阿罕杀掉那些未被找出来的变态 他的计划是在女市长之前,曝光他的恶行和阿罕的真面目,因为当年他帮助过俊哥,所以他知道这样的变态是不可能轻易改变的,到时候就一起除掉阿罕,想杀了阿罕的小高,被众人带走 亲妈恩杰也来到了警局,组长正在审讯着教授,同事通报说,恩杰想见阿罕,被组长拒绝,一直不肯说话的教授表示,让他们见见吧,他是不会杀了自己儿子的 当年小成跟妈妈说过小罕解剖兔子的事情,于是恩杰找到了成妈妈家,那是跟着小罕和他弟弟到了野外,当时差点跟丢,发现小罕正在埋弟弟时,恩杰推开他救下了孩子,然后恩杰上去掐住了小罕 不过他并没有真的杀了小罕,而是找到成妈妈,跟他说起了小罕也埋弟弟的事情,但拜托成妈妈遵守承诺杀了小罕 后来他一家人被杀,恩杰误认为是阿罕杀掉了家人,准备去亲手灭了儿子,却得知他被一个姨妈给带走 多年后他在车在广播里,听到了连淮案件的新闻,直接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所以他在车上痛哭不已 恩杰本来打算在了昏迷时去病房解决了他,这时小吴却突然来了,恰好,阿罕突然苏醒过来 恩姐又这么继续观察着阿罕,发现他真的变了一个人,母子俩在审讯室哭成泪人 阿罕被带去接受调查,留下恩姐独自落泪,高刑警几乎无法原谅自己误杀了好人 这时恩姐走到了他的面前,表示成医生不是高刑警害死的,是俊哥杀的 他们根据阿罕的情报,找到了俊哥的实验基地,也知道了俊哥把成医生大脑移植给阿罕的事情 成医生其实当年跟踪过恩姐,所以也知道了自己不是亲儿子的事情 长大后的某一天,他看到了妈妈与陌生孩子的合影,所以用他们的血去做了检测 他无法原谅恩姐,也立下誓言要干掉阿罕,为了阻止儿子他动手自杀,却被拦下晕了过去 觉得对不起儿子,恩姐头海自尽,因为要抓的人是政府政要,所以青瓦台实施了各种阻拦 这时记者们收到了一条信息,原来当时姨妈决定召开记者招待会,拿出证据说明真相 可是现在姨妈可能被人控制着,他希望高刑警能帮助寻找到姨妈 在机场监控找到了姨妈和丈夫送走儿子的画面,但是却无法搜寻到姨妈的手机定位 警方只能控制住市场48小时,所以他们必须在这48小时内找到决定性的证据 教授在采访中也披露了当年精神变态法案被驳回后 他将基因携带者名单交给市长,并加入到组织的事情 名单中的人员有阿罕,程医生和律师男 后来他提出要市长阻止阿罕杀人,市长却表示他杀的越多,民众越愤怒 法案在选举之后通过的几率就越高 市长不停地否认着姨妈终于出现了 电视节目中姨妈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后来观察阿罕的任务 还拿出了证据,播放了当时市长下达命令 把宋馆长地址发给阿罕的录音 这次市长再也不能离开 接下来的视频终于开始为程医生证明了 宋馆长的妈妈,小吴教授都依次出现 证明程医生是个好人 崔妹也播放了一年前程医生在出事前的录像 她为程医生做了晚餐 吃着晚餐的程医生突然痛哭 这也证明了程医生是个正常人 节目最后,崔妹坦白了她 利用阿罕杀掉更多精神变态者的事情 这之后,她也会接受警察的调查 在记者面前,她终于说明了26年前 她引诱宋馆长姐姐被猎头者带走的事情 涉事人员全部被带走 精神变态法案被重新提起 最后以压倒性的结果成功通过 受害者家属们提出要把阿罕判处死刑 阿罕也被法院判处了死刑并拒绝了上诉 半年之后,阿罕被送往了猎头者所在的监狱 阿罕为了替大家报仇 故意装成了变态的样子 东九质问她,为何要杀了那些人 她说,只不过是狮子抓了几只老鼠吃而已 还说不杀东九的原因是她完全没有被杀的价值 接着,阿罕被送到了猎头者的房间 父子终于相认 俊哥表示她和自己有着一样优越的基因 知道她是自己儿子时,让她很骄傲 她拥抱儿子让她放心 他们可以从这里逃出去 这时阿罕掏出武器,捅死了猎头者俊哥 当然,这一切都是崔妹和高刑警与她做的约定 阿罕身体不行了 在阿罕走之前,她要求小高去看看阿罕 小高真的去见了阿罕 她的态度依旧强硬 可是没想到阿罕却哭着对她道了歉 她想起当初俊哥形容她的眼神中 充满了满满荡荡的复杂情绪 不是一个杀人者具备的 而从阿罕的眼神中 她体会到了这种感觉 阿罕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了儿时的自己 再向上帝祈求 别让她变成怪物 三年后 申总统竟然赦免了市长 正好崔妹也刑满释放了 一家人终于得到了团聚 市长被带到了一个废弃场所 司机掏出了一把刀来 小高竟然不再做刑警 而是当起了小贩 每天来小吴家楼下 送她上学 小吴鼓励高叔叔向崔妹表白 她终于也克服了阴影 能够通过大桥崔妹 来找到了小高 两人都跟对方道了歉 祝福着彼此能够幸福 大家的生活又归于平静 本期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点赞转发评论关注 Batt scene 集园 王 刚言